默认参数 那么我们这节课还要继续再学习一种新的参数类型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应该是来学习我们的第四种参数类型 这种参数类型叫什么 叫做可变参数 那么什么是可变参数呢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 模块 C7.P1 好 我们之前呢 我记得我给大家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Print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Print一个参数 一个变量 也可以Print两个 还可以Print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 Print它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接受任意多个这样的一个参数 一个也好 两个也好 三个也好 100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觉得这里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规的思路 假如说呢 我们要像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传递一组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话 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 我们通常呢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圆组 或者是列表 对不对 这样的一些集合类型的数据结构 像我们的参数里传参 但是Python这里呢就是非常的强大了 它呢可以让你直接呢把这个圆组里面的元素啊平铺到函数的参数列表里面一个一个一个的传递到我们的参数的函数的内部去 好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如何定义一个拥有可变参数的函数 好 那我们来写一下 假如说呢我定义一个函数啊 我叫Dymo 好 这个呢就是啊 我们之前学过的最基本的一个函数的定义结构 那么啊 现在呢我们呢关键是啊 要让参数列表 也就是我们的形参列表啊 它是可变的 好 那么啊 有一个关键的符号用于定义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什么呢 就是星号啊 好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啊 Python 星号Python 好 那么我们学习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啊 试一下啊 好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内部啊 直接呢把这个Python 我们的这样那个形参呢给打印出来 好 然后呢我们再打印一个 打印一个什么呢 我们打印一下啊 Python的类型 好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pass给删除掉 好 现在呢让我们啊 直接来调用一下我们的Dymo这个函数 OK Dymo 好 那么我们说了啊 它呢是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所以说呢我们模仿一下我们print函数啊 好 我们往这个里面呢 传入很多个数字啊 随便大家传入上 我们现在传入呢1234566个数字 好 写完成代码之后呢 让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好 pass c7点 好 我要先端个路上面来啊 cd net pass c7点py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这里呢打印出来的结果 我们放大一下 ABC我们不看了啊 ABC那是print函数打印出来的 我们主要看这个啊 print param和print type param 它们分别对应的呢 是一个圆组啊 然后呢 类型呢 也印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 top 换一句话说啊 Python呢 会自动啊 把可变参数列表 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时参啊 组装成一个top 然后 所以说呢 如果啊 你不喜欢使用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的话呢 你呢可以定义一个普通的参数啊 普通的函数啊 parall 好 然后呢 在调用的时候啊 你呢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demo 然后呢你自己啊 把你的这样的一个啊 时参呢组装成一个top 传递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函数里面来 好 那么这样呢就等同于啊 我们的这样一个新号的可变参数的函数 好 那么既然我们是学习这个可变参数列表啊 我们就不采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形式啊 我们使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列表的形式 好 那么这里呢 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啊 如果呢 你在这里定义了一个新号parall 那么呢 Person会认为呢 这里呢就是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好 那么此时呢 注意啊 你千万不能够啊 自己再把这样的一个速度啊 啊 这样再把这样一个圆组给传进来了啊 因为呢这样传进来了之后呢 它呢会成为一个二维的圆组啊 并 它呢并不会报错啊 但是它会成为一个二维的圆组 不行 我们呢可以验证一下啊 好 好 你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呢 这个123456外面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括号队 这个呢就是一个二维的圆组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二维的圆组啊 好 然后呢我们再深入的看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的一些特性啊 那么假如说啊 我现在呢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的函数 但是呢 我在外部传入的参数呢 并不是啊 123456啊 这样的一些零散的变量啊 假如说呢我想从外部啊 就传递一个圆组或者是列表的话 应该怎么做 我们刚刚呢可以看到啊 假如说呢我本身就是一个圆组 对不对 如果我直接把把这个圆组呢 直接传进来的话呢 它呢会变成一个二维的圆组啊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 好 那么怎么办呢 好 我们开始啊 假如说呢我现在呢定义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变量 好 这个变量A呢 它呢是一个圆组啊 我不能够这样啊 直接把A传进来 为什么 因为传进来之后变成一个二维圆组 对不对 好那怎么办呢 方法很简单啊 在你传递这个A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也加上一个信号 好 加上信号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 我们发现啊 print出来了之后啊 并不是一个二维的圆组 而是一个一维的啊 就它就是一个圆组啊 好 所以说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信号的作用呢 其实呢就有点像啊 我们之前的解包一样啊 把这个圆组呢平铺啊 把它的每个元素拿进来啊 传递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啊 好我们重复一下啊 总结一下 信号A的作用呢 其实呢就是啊 把这个A这个圆组里面的啊 每个元素呢平铺出来啊 传到我们的这个可变参数的函数里面去 好 那么这个小技巧呢 是大家呢需要注意的 好 那么大家呢 在使用这个可变参数的时候啊 还要注意什么呢 还要注意啊 可变参数呢 是可以啊 和其他的一些啊 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样一个 其他的类型的参数呢 结合起来的啊 比如说呢 我呢现在呢在前面啊 在我前面呢 加上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必须参数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顺序啊 什么顺序呢 必须参数呢 必须放在前面啊 好 再比如说呢 我们还可以啊 加入一个我们之前所学习过的啊 这样的一个默认参数啊 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来研究一下啊 这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 函数的形参列表啊 它们每一个参数的顺序啊 到底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啊 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我现在呢 定义的这个形参列表呢 有三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第一种类型的参数呢 叫什么 dss 必须参数的 第二个是什么 默认参数 第三个是什么 可变参数 好 好我们一次呢 在这个DEMO函数的内部啊 把这三种类型的参数呢 给打印出来 好 我首先呢 打印的是Pyram1啊 好 接着呢 这个tab我们就不要了啊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 可变参数呢 它会自动组装成一个原主 好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呢 打印Pyram2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呢 第三个呢 我们打印这个Pyram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原主给删掉啊 我们来调用一下DEMO函数 那么啊 Pyram1呢 我们啊 输入一个A 好 那么毫无疑问啊 Pyram1是必须参数啊 无论你怎么传 那么Pyram1啊 它始终对应的是你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进来的参数啊 Pyram1呢 肯定是A 这个毫无疑问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Pyram2啊 Pyram2啊 假如说我现在呢 想跳过这个Pyram2 我不传 那么我直接呢 想传后面的可变的 可变参数列表可不可以呢 理论上面是可以的啊 对不对 因为你本来你第二个位置定义这个默认参数 就是可以允许不传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想传一个一二三三个数字 作为这个可变参数列表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好 然后呢我们打印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正如我所说啊 Pyram1呢 它呢将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A 这个呢毫无疑问啊 必须参数 好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啊 打印Pyram2的时候 打印的是什么 是1对不对 没有办法啊 注意啊 没有办法跳过这样的一个默认参数啊 好 所以说呢 由于呢我们的123呢把1啊复制给了这个Pyram2默认参数 好 那么呢 Pyram2这个这个列表啊 这个可变参数列表呢 就只有23两个元素了啊 所以说呢 打印出来是23 所以说呢 你想啊 把这个默认参数啊 放到第二位 而把可变参数放到最后一位呢 这个呢是行不同的啊 我们计算机是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形式的 好 然后呢我们换一种再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可变参数啊 和这个默认参数顶挡一下 好吧 好 把它放到最后面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由于我们啊 把这个参数列表里面的参数呢颠倒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print的时候啊 还是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类型啊 首先呢 是Pyram1必须参数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打印这个Pyram可变参数 好 第三个呢 我们打印我们的默认参数啊 好 我现在呢 在掉用Demo的时候呢 给这个必须参数呢 还是传入A 然后Pyram的这个可变参数呢 我们朝一二三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给这个Pyram2啊 传一个特殊的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Pyram 好 好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先不要运行啊 先来猜测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Demo函数 调用了之后打印的结果啊 那么我们的预期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我们预期的结果是 必须参数呢 打印A 然后呢 可变参数呢 打印A 然后默认参数呢 可以打印Pyram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呢 很明显啊 不是的啊 好 我们观察一下这样一个打印结果啊 然后大家呢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打印结果 然后我们会啊 奇怪的发现什么呢 我们本来啊 希望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呢 只有1 2 3 但是呢 Pyram呢 把这个Pyram呢 也归结到了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里面来 然后呢 居然凭空的出现了一个第三行的2 为什么会出现第三行的2呢 这是因为啊 你虽然觉得啊 Pyram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Pyram2的复制啊 但是计算机是不会理解的啊 它会把你后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都默认的算到你的可变参数里面去 而对于Pyram2呢 由于它是默认参数啊 计算机呢 会觉得啊 你没有传这样的一个值 所以呢 它给Pyram2呢 取了它的默认值2 所以说呢 打印出来的啊 Pyram2这个默认参数就是2这个值 好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啊 我们可以啊 常行呢 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 关键字参数啊 来指dPyram2等于新的取值 而不是它的默认值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结果啊 好 确实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 预计区参数A 可变参数123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默认参数呢 被我们修改成了我们的指dPyram2 好 也许大家呢 觉得这个东西呢 挺复杂的啊 说真的 这个呢 确实是挺复杂的 它复杂呢 不是复杂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上面啊 而是在于呢 难以 难以记忆啊 因为呢 我们总共学了四种这样一种参数 对不对 那么呢 你把它随意组合 你想把它使记硬背啊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个人认为啊 除非是呢 你大量的写代码 你非常熟悉这个 否则呢 你过了一段时间呢 之后呢 就会遗忘啊 所以说我的一个建议啊 并不是说大家呢 去多写代码啊 多写代码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大家肯定会任何人说的是这个废话 那么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原则啊 我根本就不建议大家设计这么多种类的啊 或者说这么多类型的这样一个函数列表啊 大家记住啊 尽量保持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的形参列表的类型简单啊 这个呢 是我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 也是我这些年写Python程序的一个经验啊 没有必要把这个参数列表的类型设计的如此复杂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好 那么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组合呢 那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尝试啊 但是呢 我还是这样一句话啊 探索呢 是归探索啊 学习呢 是归学习 但是呢 我还是认为实践中啊 除非呢 你特别有必要 否则呢 不要设计这么复杂 大家呢 一定要知道啊 你设计函数的接口对不对 按照我们啊 有限的理解来说的话呢 可能会认为啊 我自己写的函数 我自己掉 但是呢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上 上面来讲的话呢 绝大多数的情况啊 你写的参数呢 你写的这个函数呢 都是给别人掉用的 那么你的这个函数的参数列表越简单 别人呢 就越容易理解啊 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调用的误区啊 好 那么最后呢 我要说的是啊 我知道很多书籍呢 他们呢 会把这样的一个参数的类型和参数顺序呢 给你总结出来啊 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规则啊 让你去记住啊 但是呢 相信我啊 记住了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呢 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忘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什么呢 你记得越多 你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列表 就越复杂啊 越复杂 那么你的这个函数呢 就不是一个足够好的函数啊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目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几个再见